郭台铭日前接受远见杂志专访 在采访空档时 郭台铭从手机播放了一段 去年他过生日时的影片 除了揭露了家教慎言 晚辈向长辈收礼物 收红包都得跪拜之外 还意外发现当天 郭台铭的表姐夫及表姐 及台积电创办董事长张忠谋 与夫人张淑芬也都在场 据远见报道 郭台铭一家目前四代同堂 而郭台铭更是出了名的孝子 去年他68岁生日时 郭台铭恭敬地跪在妈妈面前 接下了妈妈花了好几个月打的围巾 作为生日礼物 郭台铭说 在他们家晚辈向长辈收礼物 收红包都得跪拜 因此他的儿孙收他的礼物 一样也得向他跪拜才行 这个传统直到现在仍未改变 郭台铭的长子 三创数位董事长郭首正 也经常默默跟在郭台铭身后 对于郭台铭的参选决定 远见问到是否对父亲的参选决定 感到不解 郭首正说 其实他从小就觉得父亲与一般人不一样 我从小就知道他总是忧国忧民 所以他去选总统 我并不意外 认为郭台铭是伟人形的父亲 张书芬身兼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 在上月郭台铭表示将参选总统后 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 只称他是我亲戚 是我弟弟 可以说我爱他都没有关系 但仍然可以看出姐弟之间情谊深厚 张书芬还说 我看得比外面的人多 他郭台铭很细心极有爱心 但我现在讲的都是我个人意见 不代表基金会发言 采访尾声 郭台铭强调自己非常有信心 我这辈子做事情 没有信心的事情 我不会跳下来做还加码枪声 打选战 所有的候选人加在一起 哪一个人的体力能比他好 他们工作14个小时 我就18 他们18 我就24个小时 不睡觉 70岁时 张忠谋还风光迎娶了小自己 13岁的秘书 为何张忠谋的后半生会如此精彩 似乎跟多数电视剧情节一样 张忠谋这个集团 CEO对自己的秘书日久生情 最终将他娶为妻子 2000年年底 已经70岁的张忠谋 给了张淑芬一个戒指 对他说 这是自己母亲留下来的戒指 想问问张淑芬 愿不愿意试着戴上看看 看着一脸紧张的张忠谋 张淑芬欣然接过了戒指 只用了一个好字 就跟张忠谋约定了终身大事 此后在2001年的新年 也就是接过戒指两个月后 张淑芬就跟张忠谋迅速结婚 两个人相差 整整13岁 婚后的张忠谋 跟张淑芬非常恩爱 得知张淑芬喜欢画画后 张忠谋非常鼓励 她发展这个爱好 甚至掏钱 给她置办了一个画室 当时不少人认为 张淑芬也就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在不久后 张淑芬甚至举办了一场 个人画展 在画展现场 张忠谋亲自为妻子站台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场画展上 张忠谋第一次公开表示了 自己对张淑芬的看法 她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 除了台积电 就是张淑芬 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 张忠谋对张淑芬的爱意 有多么浓厚 而且在2018年的年中 张忠谋就对外透露 退休的生活她已经规划好了 第一件事就是写自己的自传 第二件事就是参加棋牌比赛 毕竟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娱乐活动 就是打牌 而最后一件事 则是带着张淑芬去全球旅行 很显然最后一件事 对张忠谋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第二年 张忠谋就带着张淑芬 专程去了法国巴黎 参观当地的画展 以便帮妻子找到创作的灵感 至于张淑芬 对于跟张忠谋的感情 她只用了四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互相尊重 在她看来 张忠谋的成就 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 所欲所求都 已经不再被限制 自己能够做到的 就是让这个高龄老人 得到应有的感情尊重 提起张忠谋的妻子 可谓来头不小 因为张淑芬 不仅是她就任公研院院长时的专职秘书 还是她在公研院时的部下 吴化凯的妻子 不过两个人还是打破世俗 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张淑芬 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表弟 那就是洪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 其实相比于张忠谋传奇的婚姻状况 他的创业之旅 才是真的让人佩服 张忠谋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当时她的家境还是比较殷实的 但是没过几年由于战乱 张忠谋只能跟随父母过上了东躲西藏 颠沛流离的生活 一家人逃难到了香港 父母看到当时的局势 便决意将她送去美国留学 18岁时 张忠谋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 从此便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 当时的张忠谋是美国哈佛大学唯一的中国人 成绩名列前茅的张忠谋 又考到了麻省理工学院 学习机械工程专业 顺利毕业后的张忠谋以优异的成绩 被波士顿的一家半导体公司录取 张忠谋也正式步入了人生的正轨 在波士顿的西凡尼亚公司 担任半导体部门的工程师 工作三年之后 张忠谋收到了德州仪器的领导 向她抛出的橄榄枝 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张忠谋离开了波士顿 来到了德州仪器工作 在这里 张忠谋看到了前沿技术发展 所带来的商业前景与机会 这些都带给她很大的触动 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张忠谋便成为了德州仪器的副总裁 做上了德州仪器集团的第三把交易 此时的张忠谋不仅名利双收 还成为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顶尖人物 她带领着德州仪器的三万多名员工 在世界各地拼搏 捍卫着世界半导体业的霸主地位 德州仪器在1978年时 开始大力向消费型电子产品转型 当时张忠谋还被德州仪器 任命为消费电子集团的总经理 在外人看来张忠谋是摊上了升职加薪的好事了 但是张忠谋却不这样认为 他并不赞同德州仪器的转型 也曾经多次在集团大会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 张忠谋多次与集团总裁交涉 希望总裁可以重视半导体的产业 因为在张忠谋看来 半导体比消费电子要更有发展前景 张忠谋多年来一直为德州仪器效力 深得集团总裁的信任 张忠谋的建议 总裁还是会深思熟虑的 眼看事情有些转环的余地了 集团却突然空降了新的总裁 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 使得整个事情彻底没有了转环的机会 二人的想法截然不同 自然会生出矛盾 而且飞博总裁上任以后 任用一些支持转型的人才 整个集团的风向都在发生改变 张忠谋在德州仪器待着特别不顺心 于是便开始琢磨自己下一步的去处 想来想去 张忠谋突然想起了台湾行政院的院长张运璇 曾经给他发过一封邮件 邀请他到台湾任职 只不过当时的张忠谋并没有答应 因为他觉得台湾比较落后 市场也很小 发展空间很受限 如今德州仪器已经全面转型 新任的总裁也是个难啃的骨头 根本没把张忠谋放在眼里 张忠谋在德州仪器做得越来越不顺畅 所以才想起台湾这条后路 他本想再去台湾考察 一下再做决定 然而就在这时 台湾的行政院长于国华再次找上了张忠谋 希望他可以来台湾担任公研院院长的职务 面对台湾的盛情邀请 张忠谋此时的心境与几年前可大不一样了 因为他当时在德州仪器带得特别憋屈 此时正好可以换换环境 所以也没有太在意薪水的问题 便答应了台湾的邀请 回到台湾后的张忠谋 担任了公研院的院长 在台湾任职不久的张忠谋 很快又蒙发了一个想法 他觉得自己既然能够统领德州仪器 成为世界半导体的霸主 那么他也一定有能力再重新创造 另外一个世界半导体霸主 于是1987年时 张忠谋再度复出 决心创办一个半导体公司 并且还要让这个半导体公司 一直繁荣下去 成为世界半导体的霸主 当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几乎没有任何基础 而且专业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 张忠谋硬是咬牙坚持下来 他从全球招募大量的人才加入他的团队 他在创业期间还去考察了全球的半导体公司 在考察完之后 张忠谋觉得他的公司不能只局限于设计和制造 这样的话 根本无法与那些资历老 规模大的半导体公司竞争 不如推陈出新 只从事芯片制造和封装测试 这样竞争压力小 也可以迅速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 争得一席之地 就这样 张忠谋创立了台积电公司 成为了全球首家制造芯片的公司 张忠谋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台积电的发展中 很快台积电在张忠谋的带领下 渐渐地在业内站稳了脚跟 张忠谋靠着多年丰富的从业经验 以及他在业内丰富的人脉资源 很快就为台积电拉来了不少客户 为了能够让台积电快速发展 占领全球的市场 张忠谋特意找了当时英特尔刚上任的总裁格鲁夫 张忠谋的一生都在专注半导体的事业 台积电的巨大成功 就是他这一生最好的回报 张忠谋在2018年离任 将台积电交给了他一手培养的接班人 然而没过几年 美国为了掌控全球的半导体产业 于是便要求台积电 英特尔 三星等全球顶尖的一些半导体供应链的企业 向美国提交他们集团的商业机密 并且为期是45天 如果45天之内不上交的话 后果自负 这样赤裸裸地公然索要商业机密的行为 竟然被美国称之为是缓解全球芯片危机 当时的张忠谋虽然已经离任台积电 但是面对美国如此丑恶的嘴脸 张忠谋还是选择出面公然指责美国的所作所为 然而仅凭张忠谋的一己之力 如何能与美国政府相抗衡呢 张忠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一手创立的台积电 就这样掉入了美国的陷阱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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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稍然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